总体来看,对于乌克兰方面的指责,波兰方面的反应还是比较激烈的 波兰强调的是,自己仍然坚持反俄的目标 但同时,波兰强调的是,作为政府来说,必须要顾及到国内的利益 首先我们会看到,近一时期随着无冲突的发展,随着乌克兰反攻行动未达预期 确实在乌克兰和他的支持者内部出现了更多的不同的意见 而这个时候呢,从波兰的角度来说,当然希望乌克兰能够在战场上进一步的采取行动 但是与此同时,涉及到农产品外孕等一系列的问题,包括军援等问题 也不希望乌克兰方面作为漫天要价 所以双方之间出现局域,应该说呢,是在反俄的这种所谓的政治正确 与挺污的具体行动之间出现了更多的分裂 而另外呢,对于波兰来说,今年也面临着选举,面临着重要的政治节点 所以这个时候对于执政党来说,议会选举是国内的重要的目标 这个时候不能够让国内的农业受到损失 不能够让国内产生更多的反感情绪 所以国内政治这样的一个影响的因素正在发挥更多的作用 但这个时候呢,波兰强调的是 更多的是希望与乌克兰之间通过一些方式来解决分歧 而并非造成更多的分歧 在反俄的问题上,双方仍然强调 从根本来说,目标是一致的